当然就是撞伤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里有就是很明显的伤痕 黄妈妈拿出小孩受伤的照片强调 意外发生后她不忍苛责老师 毕竟一位老师要带五位身心障碍的孩子实在很辛苦 不过第一线老师这么努力 主管机关教育局到底做了什么 我自己身为一个需要24全职照顾 一个身心障碍的儿童的家长已经身心俱疲了 更何况是一位老师要带五位孩子 那五位孩子都会有突发的状况 那如果老师们因为是身比过高影响教学品质 或是身心健康 那同样的我的小孩或是其他的特殊生 他们在教育的品质上也会受到影响 那老师们都这么努力的在做 那台北市教育局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可以忍受让小孩这样子滑落呢 全国特教家长联盟常务理事林才贵也强调 每所学校的特教班都面临私生比的问题 呼吁政府重视 台湾特教工作专业人员协会理事金采征 则指出近十年特教学生增加1.5倍 特教班私生比却没有相对的调降 导致教师负担过重 也影响特教学生的教育品质与权益 他特别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 应该积极面对与处理台北市超额的特教私生比 特教法在民国98年就以附带决议要求调降国中小的资源班私生比为1.8为上限 证明在15年前就已经有调降学生人数的需求 在民国1.12年修法的时候再次以附带决议要求调降私生比1.8 那台北市呢我们有盘点142间国小记录特教老师所服务的正式生还有一式生 只有24间私生比在1.10以下 1.8更是不到时间 与台北市教育局长所说的国小资源班私生比在1.10有极大的落差 难道是与第一线产生平行时空吗 对此出席记者会的教育局长汤志明回应 将朝六个方向对特教整体发展做全面的推展 包括逐年提高特教预算以降低私生比等 一个呢是我们会增加行为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会增加特教助理员跟行为老师的方式呢 来做一些我们私生的一些调控比例的调控 那这样的比例呢我们就会从1比5呢 达到理想值的1比4 那当然这样子还是会做的就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国家的标准要比较高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提供给特教比较好的品质 那当然呢对于特助教育的整体的发展呢 我们教育局呢也会从六个方面来全面的来做一些推展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逐年来提高特教的预算 来降低这个私生比 第二个呢我们会提升特教助理员的专业服务 第三个呢我们会完备我们校园无障碍环境跟充实我们学生的学习的福气 第四个呢我们会增进精进普通教师的特教专业素养来提升特教的品质 第五个呢我们会在设置在基督型的高中设置专业技能班 第六个呢会激励我们的企业来扩增特教学生就业学习的管道 召开这场记者会的台北市议员何梦花表示 过去他在议会咨询并成功争取教育局陨落 2028年前调降国小集中式特教班师生比 不过许多家长及民间协会人希望 教育局提出具体计划加速进行 因此他再次提出四大诉求 呼吁北市府要更加重视特教资源 特教生与第一线老师的权益 不要只是喊喊口号花大饼 有很多的地方县市像是我们的基隆新北 都已经能够达到我们调降师生比 那台北市作为首善之都 其实我们相较等等的资源来说都是比较丰富 所以我们希望教育局能够正视我们教学第一线的需求 还有我们家长们的需求 一起来达到让我们整体特教环境更好 那我来总结我们的四大需求 包含立即改善特教资源 提出具体的逐年调降师生比的规划跟时程 还有执行的过程公开透明 然后呢也请就是更多的家长老师第一线人员来加入 那我希望说呢 看见我们忽视特教生呢 会到对到社会造成的长远影响 台北有望安 特生很不安 调降师生比 不要画大饼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第一线人员来说呢